民进党则是备战年底选战 像是他们把台中市视为了艰困选区 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今天在官邸召开选对会 最后一致决议要征召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来选台中市长 蔡奇昌表示她的心情并没有太大影响 只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比较沉重 另外接下来是否会辞副院长来备战 她则回应这些都是选战策略 就算代职选 在台湾也不是只有她一人 心情没有特别 但是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有比较重 肩上的担子要变重了 因为民进党选队会一早在总统官邸开会 决阵中台湾台中市长人选 一致同意征召蔡奇昌 但要面临是否代职参选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辞职 要不要代职 这个都是选战的策略 其实不只我 因为代职参选 全台湾不是我一个人 就是很多人都代职参选 不过这次较逐台中市长相当激烈 除了台中市前交通局长王毅川争取之外 立委何欣纯大动作参选 也传出有政国会掌门人林嘉隆的按住 之后的团结也是一大考验 第一个阶段就是整合的工作 我会很努力的把整个民进党把它团结起来 何欣纯透过声明表示相信蔡奇昌在年底一定能赢回台中重返执政 确定人选之后绝对团结一致共同打拼为台中 另外选队会也抄定苗栗县县长提名前头分镇长徐定真 云林县长由立委刘建国出征 预计27号终植会完成提名程序 这次荣耀也是责任 我承担也会全力以赴 压力很大 负担也很重 但是这也是无上的光荣 大家一起来打拼 来争取盛权 我们非常有信心 至于基隆市跟新竹市长 原本一规定是采初选 但因为选情特殊考量 将改采征召方式 随着年底选战逼近 盼能让母鸡尽快就定位 记者综合报道